好了,我們剛剛來到北丹了 現在就下機了 你看看多漂亮,這個機場 這個就是Arrival Hall 今天這個旅程是我的朋友,Trisha Hello 這次我們的旅程去了兩個地區 一個是Parro Temple 即是機場和首都附近 另一個是Haar Province 其實有些東西我們需要準備 上機前就需要準備 因為下機的時候 我們下機的機場 高度是海拔2200米 也算是一個高原的地方 所以上機之前 如果帶了水瓶的話 在飛機的途中 你需要把它打開 把水瓶壓力放 配備的時候,化妝品 就要好好配備 如果是一些有氣壓的 遵裝的化妝品 你就留一點點位 讓它膨脹 好了,我們去了 北丹這個地方 說機場是2000多米 但去到其他地區 有機會會再高一點 譬如去到TigerNest 其實已經去到3000米 所以下機的時候 就需要慢慢走 雖然機場是真的很獨特 還有很有文化的氣息 很漂亮的 但也不要忍不住 一定要慢慢走 過去檢疫的地方 你可能會看到 很多皇帝的照片 而這個國家是有皇族 還有它當然有一個內閣的成員 去管治住 所有的人民都很愛戴 他們的皇帝 周圍都會看到 所以要小心點 不要做一些 跟他們拍照 跟他們的照片拍照 都是OK的 大家就留意一點點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單一個 好像與世無爭的地方 那它怎樣賺錢 維持這個國家的生計呢 最大的經濟得益 是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水力發電 另外就是旅遊業 所以大部分 如果你去跟當地人聊天 它如果不是做導遊 就是做司機 一年可能回兩季公而已 去安排行程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可以留意一下 你應該很多人都會聽過 它是需要Visa的 這個Visa 是要經旅行社去申請 因為它每一年有限制 可以入境的人數 而確保它的國家 是不會過度被開發 這個稅行是250美金一日 基本上是包了最基本的食宿 它這個也是一個稅行 交了給政府之後 你的旅行社就會跟政府拿錢 就包了一個導遊 即是你那團人會有一個導遊 會有一個司機 以及包了一輛車 除非你是人數多到需要第二輛車 理論上它是不會分多一輛車給你的 這個這樣的安排 它的用處就是 因為整個國家有七成 至八成的土地 都是森林來的 所以很需要很需要 是一個導遊 以及一個專車去接送 除了印度人之外 所有國籍的人 都是一定要有導遊的 他們由省過省的時候 經過關卡 都需要有你的Visa的一些文件 北丹這個地方 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通常去觀光的時候 都是去看一些紙 看一些廟 看他們的古蹟 非常特別就是 他們的寺廟 永遠都是很經常都可以 起在很高的山 懸崖峭 中國偶然都會看到 懸崖峭起了一些紙 或者是廟 但是他們是套進去的 在北丹那些是突出來 在一個懸崖裡突出來 非常神奇 你也不知道他們怎麼 搬木材上去 但是對於一些非佛教徒的人 去到北丹有另一件事可以做 因為北丹人 自己稱之為 自己是一個瑞士 亞洲瑞士的國家 因為他的風景 以及樹的品種 都跟瑞士很接近的 其實在北丹人 很多人都說 哇250元一天 都挺貴的 那你去多少天呢 那建議呢 其實是四日三夜 就最好 因為四日三夜 你就剛剛可以玩到 那個首都和首都附近 例如Paro Tempo Punaka這些地方 四日三夜的行程 的好處就是 因為你可能會有公元反應 包括特別是有些香港人 在香港太近這個海面了 所以 最好就是一邊玩一些 很輕鬆的地點 去到最後一天 的身體習慣了 才去最出名的Tiger Ness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真的可以走到山 那如果你可以去到十日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到中部了 中部就多東西看很多了 很多wild animals 都在中部才會有 還有很多natural的地方 那些人也是再樸素一些的 好 今集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說一下 不丹的資訊 拜拜